自古以来,北明星者得天下,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国军,就是凭借着铁的纪律赢得了老百姓们的信任。 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,其中包括买卖公平,借东西要还,损害东西要赔偿等规定,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一段让人颇为震撼的有借有还的历史。 从各种影视作品中,八路军有一大特点,穷,最通俗的说法,就是小米加步枪,其实在很多时候甚至连小米,步枪都没有,相比有着美国援助,武器装备先进的国军。 八路军就是穷八路,但正所谓人穷至不穷,八路军最值得人们钻尽的便是有骨气,他们从不会巧取豪度老百姓们的粮食和财富,他们用坚强的意志倒了下来,并一路劈颈掌急,战胜敌人,赢得了最后的胜利。 但打仗毕竟不是过家假,一不小心就掉脑袋了,正式们没有足够的粮食,就会处在非常被动和不利的位置。 无可奈何的八路军只得向一些老百姓借粮食,借钱,但只跟家精英时的人家借,而不会向本来就生活辛苦的人家借,由于不能马上偿还,所以立下了一张张戒句,借条。 当时的人们演了的帮助八路军,解放军,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淮海战役的胜利,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,从年间借来的粮食,前对八路军赢得最终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,正所谓现在还钱,天经地义,个人是如此,国家也一样。 新中国成立后,国家就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还钱,海良行动,将当年立下的大量线条借句悉数还清。 但由于信息流通的原因,终究还是有了网织线条,就比如1986年陕西省山洛市的一个名叫,郭静英的老人拿着一张借句找到了当地政府,希望能够还钱。 他说,我曾于1946年借给八路军1100万法币,当时我们家家境富裕,没成想如今家道中落,迫不得已止的事实,兑换,这张四十年前的借条,政府十分重视,经过反复调查,执政,经过财政部,中国银行的策赞,最终一次性归还郭静英人民币八万元。 1986年的八万元绝对是一笔巨款,当时的人均月收入只有几十块,拿到八万巨款的郭静英机动的热泪银矿,令他难以置信的是,四十年前的借条竟然还能够兑现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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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